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为你做现场 那么今天开了一个转折的两点提盘 迅速的下杀 那么在拉抬 那么现在是跌了72点 那么最低杀到14464 我昨天怎么跟你讲 我说会回撤 我们采取高出低债满的策略 就是说你上面要先买 期货的部分我15010那边就开始换空了 最后一笔是15828 今天全部回补 今天全部回补 因为这个盘已经有两个支撑 我昨天就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半年线的支撑 跟夜线的支撑 那这个双重支撑会很大 但是你就看MACD你现在变成翻黑了嘛 那KD也是向下 那老师你为什么会回补 因为那个叫做支撑 先回补空单 先大货 全胜出场 然后这个多单再看 多单再看 那么昨天我跟你讲 明天会恰测到夜线的支撑 夜线这边 跟半年线是买点 我跟你讲嘛 那么贵买我跟你讲 贵买转落你就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 是贵买转落你就要小心 贵买不跌了 贵买不跌了 贵买不跌给你的什么信息 贵买得支撑了嘛 老师外资的沙盘力道 已经减弱了 我昨天也前天跟你讲 向下修正找支撑 贵买不跌是看14410 结果我今天打到14464嘛 这个每天都给你验证了 或许你说老师 这个只有一点点 你为什么要散它 做期货股票一样啊 该散你就要散 你不是说我报得高枕无意味 那你这个技术温习的公屋 怎么样就知道了嘛 我连细微波我都抓给你了 为什么 我有很好的功绩 除了AI精通脑之外 你看我做期货怎么做 来 我每天有一个 台子机的攀前稿 告诉你这个 今天的低点高点 它都会告诉你 攀前稿都会告诉你 高点低点它都会告诉你 对不对 那今天的CDP 它是14463以下就应该把这个空单要回补了 大获全身 但是我的软体里面还没有回补 15分钟线 所建立的14850赚的341点还没有回补 因为15分钟线是比较中长线的操作方法 那因为短线在这边 因为有支撑 所以我先把这个14828 所建立的空单 这个就今天在今天来回补 今天就把它回补 我昨天也是空 14745 1450 750 14775也是空 昨天是做空函 但是我昨天就先回补 先回补 14828的空单留的 今天就准备回补 因为今天的这个CDP 14463 是一切都没走近一点 我每天都会把这个CDP拿给你看 昨天外资成本是14583 这个似乎不会来 那它最高顶多到这边 对不对 那低打下来 14463以下你就要找买点 就要找买点 那你看美股是跌多仗少 开低在14600以下 这个短空格级已经形成 做多要跑得快 拉高可再空 心如多空念深随四四转 那你今天这个要把空单先回补 先把空单回补 来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手中的波段空单要先回补 要先回补 大赚 一口单赚七八万了 才几天而已 才几天而已 那天15010我就跟你讲 我是采取空汪操作了 那个波段的空单平常掉 平常掉 那平常掉 目的何在 有一个方法上来再空 或者是明天有拉回 从而得到归宿 我们再做多 就这样操作 那股票的部分 股票因为选股不选市 你不要看这个指数跌 有些股票是不跌 比如说像八万它不跌 像有些股票它不跌 像广基 8050 我在第一档给你介绍的 他不跌啊 他为什么不跌 他还在涨啊 我不是今天才讲广期 我已经从11月多就开始讲 因为本利比偏低啊 对不对 本利比偏低啊 对不对 我这个七十几块买进的啊 一PS上干十块钱啊 11月29号买进的啦 对不对 为什么我敢报 赚七块多了 长吉乌债只有25.36% 本利比13倍 净则33块 你问题在哪边 他的获利 是用跳的 一路的跳上来 对不对 那你一路一路上来 我当然敢报啊 报了就对了啊 那早点再来卖嘛 股票本来就有买有卖嘛 对不对 工业电脑里面最强的股票 就是这一档股票 叫做广基 叫做广基 对不对 叫做广基 那因为最近啦 有很多投资朋友 来找我 他说老师 你为什么 你技术温馨那么厉害 我每天用的CDP很厉害啊 低一点高点都可以抓得到 低一点高点都可以抓得到 比如说我今天 那我就说好 那我带你做 从那个别族转过来的 一般当中狠角色 输得一塌无睹啦 输得蹭口稍微离啊 那个会员跟我讲啊 他在参加别人会员 他一个月输了好几十万 我说你们技术温馨不够 本领不够 你们不要去做当中 当中固然无本可以赚钱了 可是当中要高超的地数 不是你们想做当中 你脑子在欧背穿穿的 最最是 什么当中很角色 什么卖菜刀的 全部输光光 我遇到一个会员来参加 他说他一个月参加以后 一千万剩下两百万 输八百万 为什么贪嘛 这就是贪婪 贪婪跟恐惧就在一瞬间 所以股市的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那我说没关系 来老师用技术温馨来带你做 而且我都事先的告诉他 我今天要做 其实我今天 我准备要做三档股票的当中 我都在规划好告诉他 我说要怎么做 今天要怎么做 来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跟他的抠心 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来 我把你打包照一下 我们今天准备啊 做三五五八神准 五张分两批买 在两百零四块附近 先买三张 上来再买 两百一十三块把它卖掉 这个时间是多久 麻烦打包照一看 八点三十七分 还没有开盘 还没开盘 你老师 你还没开盘 你就知道价格 当然不一样 三五五八 最高两百一十四 最低两百零四 八点三十七分就算出来了 杰乎西甲 可以坐镇 这里就是买点 这是五分钟线 上去 最多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线 上影线 第二次达到两百一十三 那就下来了 当中赚九块钱了 怎么赚 就这样赚 这么一段 买十张 因为你当中一定要做什么 做一百块钱以上 它跳坏 跳五毛五毛 这样跳快 你两档就成本就够了 你买八十几块 比如说我知道广基会 广基会涨八点五零 可是广基单单这一档广基的 这个当中的费用 就要接近七毛钱 固然今天赚四块三了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会上 你假如说做这个 我常常做一五一三的当中 你不会赚钱 他不会赚钱 对不对 你做当中 当中是有公估的 对不对 三五五八 今日当中 如果开地在二百零四 二百零四一先买五张 昏斑斑斑斑 在二百一十三附近出 再通知 这样港湖不够 这不知道就是港湖 我今天本来准备做三支 一张是三四四三 你常常听我在讲 讲这个创意 创意在这边可以做当中 还有3680 这个可以做当中 因为它主力都没有跑 创意也没有跑 创意我只是 这个所谓短期策略性的先卖 下来要接再接 用这种模式操作 这个是波段跟当中不一样 因为当中说老实话 你一天要准备三支股票 不管做多做空都可以 你要会做 不是在那边用创意说比较简单 你看你们当中很小时候死了多少人 为什么 第一个它技术温馨不行 我技术温馨有三本著作 我奇幼这不是在本球 这是累积 我民国九十三年就考上奇幼温馨师 累积了将近二十年的经验 股票那更不用讲了 当中固然会让你赚钱 可是你本领不够 不好意思 你期货当中就没有办法赚钱 你股票张张会赚钱 你给他拼一下 你港户货货 你们港户都不够 我不是在漏气人家 你们是在赌啊 我不一样啊 我是计划性操作 我在收完盘算筹码算量价 我就把今天的低点 明天可能的再参考美股 明天可能的低点跟高点先抓出来 然后验证 而且我在八点多我就告诉你 我今天准备做三档股票 党充 而且这个什么特色 两百块钱以上 为什么 你当中你要做一百块钱以上 因为它一次跳五毛五毛比较快 两档就有了 对不对 你做那个小型的你赚不到 而且数量大也好赚 所以这个是要有工夫有技巧的 这真工夫 真工夫 丁工夫什么工夫 所谓技术温习的工夫 都事先算好 你才不会乱 对不对 因为一般投资人会 老师叫你买 跟你说204 你205就上位了 老师叫你出你不见得会出 但是当中比较会出 就是这样子 那你真的想赚钱 这是五本的 但是再怎么五本 你等于都五倍十倍 你不可能都 要来参加不可能 比如说你200 你假如有50万 我可以额度跟你做到500万 当中 这个是一定要控制 你的风险 不稳赢的 但是你要做到10拿9万8胜算 大赚小赔 干不行你要退场 你不能等到停止到了 时间到了 你老师现在要太拌了 你再把它冲掉 那一天我跟你讲 3661 这一天死多少人 这天 30块以上的人要这么多的 震荡65块了 因为这个趋势它向上 它突破你会去抢多单 开盘就想多单全部死 一天就赔了 10张你就不吃鸡了 就要30万了 那你怎么赢 你连多单你就没赢了 你当中要赢了 你当中可能角色 你狗屁 尾菜都要做当中 你们输得还不够多吗 黄世民不一样 我民国60几年就在写技术一期 要当中还不简单 我只是因为当中很累 那没有关系 只要让你赚钱就好了 中兴店一样 我拉回头 我这个55块就买 长线操作了 这叫做拨断单 该出出一半 下来要接再接嘛 对不对 那你看那个8050那个 我台这个就爆啊 买到就爆 即使该出就出一下 因为它这样涨 在这边盾6180 先出一下嘛 先出一下它要下 回来再来买嘛 对不对 先出一下回来再来买 昏批出 昏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回来再来买 用这种操作模式 你才能够赢 因为我在这边操作 我知道会到业线 你买的股票不能乱买 我都买比较有业绩 像我这个威喜 这个3501 我那天也涨我也没有卖啊 昨天多少灾啊 但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怎么样 你要多算胜少算不胜 何况你无算啊 你看它业绩是成长耶 比去年多成长耶 问题是在这里 5块3毛3 5块 不算5块3毛3的股票 现在80 现在50块7毛你不敢买 那你要买什么股票 你们就是要 听那个老师在表演给你看 你都账点板 你再欢迎 你们这一次 这两天输下来你 你不够惨吗 他每天都拿账点板给你看啊 对不对 我跟他们不一样啊 我有我一套的方法 我自己也写书啊 对不对 我有AI金头脑啊 这个假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会骗人的嘛 公益善机是必先利息器嘛 你凭什么在股票数上 要赢 你有什么工具 你有技术危机的工夫吗 你有软体可以看吗 没有你 你一定输的啦 我不想让你热鬼啊 你看我们神无奇迹就是准啊 心无多空 人身随四四转啊 一四八二八 波段单今天全部恢复啊 要空在空啊 AI金头脑操作没反弄啊 对不对 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 期货多可以当充 对不对 还有股票期货 股票期货也有叫做股票期货啊 像长龙的股票期货也很好 但是长龙现在已经退潮了 股票期货你一定要做 成交量很大那个 那个充起来才 像台积电这个充起来 那台积电又是盘整盘啊 所以你基本上你要做当充 第一个一定要热门 很多人去抢 该出就出啊 你平过3558 你没有出又回来啊 对不对 你没有说是不是又回来了 你就规划213就是要出啊 23以上 你出得到最高214啊 你怎么出不到 这样就是 炒票入口袋啦 对不对 赚钱有没有困难不难 要有方法要有策略 要懂得技术温馨 而且技术温馨的修为 跟别人不一样 要实际的操盘经验 在开盘前 就抓出来它的高底点 这样才行啊 股票期货买一送一 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因为这个清贷这个股票当中 一定要清贷 我都是这样清贷啊 清贷的才有办法做 你怎么在参加的都 我会说你都了得多了 我了解 什么狠角色 狗屁色啦 都输啦 每天给你看 老鼠怎么这么厉害都贏了 你再说我怎么都输 什么原因 你表演是一套 真实操作是一套 黄世民不来这一套 诚信 举例 同意 就是这一套而已 我们要讲求诚信 说跟做要一样啊 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那是骗人的把戏啊 那是诈骗集团精光党啊 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你是读书人 你怎么可以骗人家呢 表演得那么好 进去输光光 他说书光光耶 真的是很可怜耶 我不是在笑人家 我只是在告诉你 股票是竞技场 是风险很大的地方 你找错老师 下地狱啊 前书光光没有人同情你啊 要等到五年十年再来啊 有那么多五年十年吗 没有耶 亲爱的投资朋友 好好想一想 你真心想赚钱的投资朋友 来找黄世民 黄世民给你看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者现场 明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ill 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ill 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时间 今天我们也有买集团股票 我先不公布 那我在10月25号 26号的时候 就告诉你 是抢帮报行星 年底作上跌身吻痰 要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是用一小时 现在这边已经明显的 这个所谓的利卖 红买开始进入红的地方了 这10月26号这边 就已经告诉你这个答案了 这一波整个上来到这边开始 到这边开始就走空了 就是1万5以上 所以我在15010 我就跟你讲我做空了 我做空了 然后最后一笔空单在14828 今天全部回补 回补空单 为什么要回补 这里一定要先回补一档 两个做法 上来要空再空 或是认为是这里底部 为什么要回补 两个支撑 一个是半年线 一个是月线 那一定要先做支撑 要先做回补 这就是技术温馨 支撑跟压力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上课 我这本书里面都有 我这本书是116年写的 每天战战兢兢的 把期货的技术温馨 以及股票的技术温馨 融会贯通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设定了什么 设定了AI金头脑 所以你参加我的期货 我AI金头脑就送给你 你只有工计 所谓工一善其事先必利其器 股票我先不送 因为股票比较难 神无奇迹 心如多功练深水四次算 今天就是一个转折 转折就是空单回补 转折向上 明天再看 它是不是底部 底部就开始还手做多 建立波段单 就是如此 AI操作金头脑 明环脑 你们真的想赚钱的投资朋友 就跟着我来啦 股票也一样可以做当冲 当冲要清代办 因为金额比较大 我一个冲就是500亿千万在冲 对不对 也可以隔日冲 三日冲追求绩效都可以 就快速激动 股票当冲班要快很准 算好了 甲沁没蛋里 我就算好了就等你了 他会给我答案 盘中就印证了 你的口袋就是 把行情化为现金 放在你口袋里面 这才是你要的 你每天在忙忙什么 穷忙啊 跟着这个两光的老师什么 当中狠角色 不然就卖菜一刀 狗屁 他们技术运气都不会 我不骗你了 我技术运气二三十年的修为 要算这个还不简单 我盘前就可以算出来 今天的个股的佐斯 用CTP就可以印证了 股票起货买一送一 看家起货 这个送你AI镜头脑 股票不送 股票最近 股票行情来的时候 你要好好把握 你做当中清代 我清代直接用手机 直接带你做 把今天要做的集团股票告诉你 它的高低点告诉你 我下面能够拍照 这么简单的 你跟着做就对了 操标就啪啦啪啦啪啦 好像体管机一直转进去你的口袋里面去了 这才叫做操作了 操作要什么 要有实战经验 要有技术分析 高超的技术分析 不然你会想做什么 技术是绝对有用 尤其在做短线 长线更好 用波浪理论更准 我有一本波浪理论的著作 亲爱的投資朋友 你真的想赚钱 电话拿起来跟我做 我稳稳的十拿九文八胜赚 大赚小赔 我不敢说稳赚不赔 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耕耘 成功就属于你我 我们共创双赢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